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這個另外一位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你的健康觀念正確嗎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你以為的健康資訊 可能大錯特錯喔 好辣軍團們 被哪些錯誤觀念誤導呢 好 大家好 先恭喜兩位美女 周靜雯凱蒂出新書 是的 恭喜 是 好 我們出了書 然後就是在講我們一起 就是創業的過程 然後跟 因為我們開了一個 Speak Easy Bar 然後每一個調酒背後都有 來自於它的故事 今天想要特別給大家看一下 很符合這個節目 就是我們有一個調酒 叫做實習醫生 對 實習醫生 然後當時也是因為 我非常喜歡看那個 實習醫生的美劇 每一季都有去追蹤 然後就有了一個 這樣子的發想的酒 會不會想像中醫師 原來跟戲劇不一樣 長得這樣子 不是 不是 沒有 你有孔心嗎 是啊 每一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個性 不是 影集 影集 對 它裡面其實有各種不同的故事 還有紅樓 紅樓夢 對 紅樓夢 就是大家就是想要放鬆的時候 因為這個節目不是都講健康嗎 那其實如果你就是 心情好的話呢 就是 所以大家就是 適量飲酒 可以小酌一杯 好 歡迎你們 恭喜你們 謝謝 謝謝 其實我們現在獲得 醫療知識 管道越來越多 四面八方 可是這些健康醫療知識 到底是正不正確呢 今天 大家就要糾正這些觀念 好 哪些是正確的 請看一下 長期吃口服避孕藥會導致 補患癌症 你們認為呢 我覺得是耶 是這樣 所以我一看到這 我有點驚訝 不是這樣子嗎 周靖妳認為 我只聽說過就是 因為我朋友是吃口服避孕藥 去改善他的痘痘的狀況 對 可是我個人也是跟五熊一樣 會覺得好像會 對就是復刻比較 有一些影響 會有一些影響 對 會有一些影響 感覺就是因為如果你要 一直吃避孕藥 那就是不是不能受孕嗎 那應該就是導致補孕 因為你長期你身體 就一直在吸收 就是不要讓他懷孕 不要讓他懷孕 久了 聽起來感覺就會補孕 可是重點在這個長期 到底是多久 多久 而且我不知道會離癌 是什麼癌 對 我是聽說 聽大家說那個 前期的避孕藥 對身體是好的 可能可以調整抹蒙 皮膚會變好那些 對 很多像多囊性暖潮 他就會叫妳吃這個避孕藥 我朋友之前就有跟我講過 他之前很堅決的跟我說 我現在就在治病 要調身體 因為我有多囊性暖潮 然後我心裡其實有點緊張 為他緊張一下 想說 可是你吃這個 不是造成反效果嗎 吃久了一定身體會出問題 我們不得不佩服說 這個節目瓜哥真的吸收 很多醫學知識 馬上就可以開一個小班了 多囊性暖潮 瓜哥都已經可以知道 多囊性暖潮 吃口碧藥 來調精 其實他不只是 改善痘痘這些症狀 甚至還可以 減少子宮內膜癌 減少以後的 的發生率 很意外的是我見過 可不必要的發明人 那這個人很可惜 就是他一輩子都沒有得 諾貝爾獎 為什麼你知道嗎 教宗反對 教廷 羅馬 羅馬教廷反對 所以他一直沒辦法得諾貝爾獎 不然他對人類貢獻很大 因為控制 人口控制嘛 以當年那個人口爆炸的時代 他必須發明就算這個一大創舉 一般長期是 吃五年以上 我們大概認定是長期吃 那吃口碧藥 會不會導致不孕跟罹癌 大家一定覺得說 口碧藥不是就造成不能懷孕嗎 是不是造成不孕呢 吃口碧藥以後 因為只知道道理嗎 因為避孕藥 他的避孕年裡是 抑制這個 萬一不幸他還是 有受精卵的話 讓他很難走闖 再來還有一個是 讓精蟲很難通過 那精蟲很難通過 你覺得細菌容易通過嗎 也很難通過 也很難通過 他就是一個 所以吃口不必要的人 那大微下降的結果 造成疏乱管發炎阻塞的機率 大微下降 對 那因為這樣而造成說 他的懷孕率是比較高的 那第二題 你給我是說癌症的關係 大家都很擔心嘛 那我現在針對乳癌跟 子宮內膜癌 卵巢癌 甚至包括大腸癌 還有 甚至還有 來做一個綜合的說明 因為過去這兩年來 剛好出現了三篇 全球瞩目的大論文 這邊是丹麥 這規模驚人了吧 研究了10.9年 平均1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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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來發現說 口不必要減少了子宮內膜癌 減少了卵巢癌 減少了大腸癌 沒想到大腸癌都減少 但是 增加多少呢 每10萬人增加13人 就1萬人增加1.3人 萬分之1.3 那你會覺得很多嗎 還好吧 那接下來 美國的一篇論文 研究10萬人 人少一點 剛才研究了15年 這15年下來發現說 他也減少卵巢癌 減少內膜癌 那最有趣的研究 是英國的研究 他研究4萬6千人 4萬6千多人 研究多少呢 文獻上我還沒有看過 有人會碰我研究44年 太驚人了 還要活得夠只有 對…第一個發起這個研究的人 應該早就去世了 應該 他已經不知道 但是後代這樣其實接下來 這4萬6千個被研究 平均44年的人 發現他們的卵巢癌下降 子宮內膜癌下降 大腸癌下降 淋巴癌下降 非常有趣的研究 早日我都好想吃屁股 然後他們發現說只要吃一年以上 這個保護效果長達30年 唯一就是乳癌 也因為研究顯示 就是不像剛才講的都能下降 它還是有點爭議 所以我就覺得說 乳癌的部分 你大概就是用我們的國 像我們如果年紀輕的 用超MPro 年紀40幾歲的 可能可以用國健署的那個 有一個叫做乳房X光的檢查 乳房X光檢查 可以去定期篩檢 那我就碰到一個病人這樣 他是因為異常出血 就是亂驚 那醫生他說 那你吃 一定要吃個三個月或半年 就可以把它調回來 結果他吃了才三個月 就說我看到電視報導 他說這個可能會致癌 我嚇死了 我找來找你 會不會得乳癌 我問你吃多久 吃了三十年了嗎 他說沒有 三個月 三個月 我說吃三個月 我說你不要急 其實我的病人 我病人真的 沒事 他都覺得很好 所以沒事 但他 他真的定檢查 所以我不相信說 你如果吃三個月半年 然後發現乳癌 是你避孕料造成的 而是你恐怕沒有先檢查 搞不好你是帶著癌症去吃避孕料 對…已經先有的 對啊 不然就以前像這樣 更年紀荷爾蒙 有人說 什麼吃三個月半年 就乳癌第三期 我說你這個話我很懷疑 你要先檢查 確定沒有乳癌 才去吃這些藥才對的 對 尤其現在醫療節目多 你知道嗎 他在網路上傳得多 大家是是非非的這樣傳 對 他本身來講 不是會鼓勵大家吃避孕料 對 因為他要接生嘛 所以他是 所以他是持平在講這件事情 對 所以有一點 顛覆我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之前也有吃過 但我真的是挑筋麵 可是他們吃一樣的東西 挑筋麵 挑筋跟避孕料是一樣的 對 是一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叫挑筋麵 吃避孕料 你是怕人家誤會對不對 不是 沒有 沒有性行為為什麼吃避孕丸 沒有 這是挑筋麵 他有剛好有的功能 所以可見瓜哥又給你錯誤的觀念 他想要騙你 你知道嗎 他硬要 硬要讓你 那你 是他現在講說兩個是一樣的 是他現在講說兩個是一樣的 是他現在講說兩個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對 是同一個東西 對 但是現在現在就叫挑筋麵 我們就叫避孕丸 有這種事嗎 真的啦 藥袋上面就是挑筋麵 我就要洗避孕丸不行嗎 沒有 大家想想 總之就是 避孕丸有調整的功能啦 對 然後呢 對 我主要是調筋 但是他那時候 醫生也是跟我說 其實吃這個 要做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避孕丸嗎 不是 要做什麼事 是 因為他可能會有 對 其實避孕料 我剛剛想補充一下 就避孕料本身 在歐美他們青少女吃最多 其實避孕料 如果你真的40歲 或者將近40歲 吃起來不見得很適合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常常會發現 你有別的問題了 你年紀經常 沒有肝功能問題 避孕料是 所以為什麼台灣避孕料 當初一直堅持說要處方藥 就是認為說 怕你亂吃 結果你並不適合吃 那現在很多人晚分晚預 如果越高你的病不適合那麼 反正越年輕的是越適合的 那很多媽媽其實說 我女兒才18歲20歲 怎麼叫她吃避孕料 反而她不知道說這個治療功能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東南腺卵巢 或者是條筋 或者是精前症候群 她吃的效果通常也改善了很多 有些人精痛吃了以後 精痛也改善了 她確實有很多合併症 你剛剛講的那個 深層肩脈曲張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變成必須要小心 不過東方人真的比較 相對於西方人 算是比較少見 沒錯 而且她也說 你還要注意一些狀況就是 然後你要運動 一定要運動 甚至是抬腳那些 然後坐飛機也不可以坐太 超過十幾個小時 那你一定要 妳是醫生怎麼那麼好 就怕妳 靜脈酸菜這樣 對 她就怕會有些 不是啦 她就是看妳漂亮 所以跟你講那麼久啦 沒有 她那麼好 還要講那麼久 因為這很重要耶 這位妹妹 妳剛剛說的東西 如果能做到 也不用吃條筋片 運動啊 休息啊 水喝多 妳也不用吃條筋片 不一樣 這樣痛的方式不一樣啊 但四十歲左右 如果說妳要吃到 口服避孕藥或調筋的話 其實真的是要注意 像我們之前在心臟外科 就真的有收到一個病人 她是四十歲的熟齡女子這樣子 然後她其實是有 長期抽菸的一個習慣 那她其實是想要吃這個 口服的調筋藥 也就是避孕藥 先要避開這個精神 因為出國想要去泡溫泉這樣子 然後去了也很順利回來 那下飛機她就覺得 左腳我開始非常非常脹 然後漲到我們後來走路 她到心臟外科來 她發現說 她有一個深層的靜脈栓塞 就真的形成了血栓 所以後來還動了一個 還滿大的手術 做了一個繞道這樣子 才把那條血管給救了這樣 所以如果說有 35歲以上 然後有點肥胖 然後有抽菸病死的這種 這種習慣的人 女性 還是要注意 如果要調筋的時候 要經過醫師的判斷 才能夠服用這樣的避孕藥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 That's all 국민 cold a Bo 我們下車 jum算 可樂 這支 б 並沒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